第五 超跑经典赛事 说到超跑经典赛事 就一定会提到赛车界三大赛 24 Hours of Lamont F1的Monaco GP 和Indianapolis 500 这三场比赛被公认为 赛车手最难拿到冠军的三个比赛 其中的24 Hours of Lamont 更是一场南上加南 且长达24小时的耐力赛 比赛期间参赛车队会集中在法国小城 只要在24小时内跑最远的车队 便能获得当季冠军 这场比赛除了考验车子的性能 对车手与车队的配合上也是困难重重 别怀疑福特就是在这场比赛完胜法拉利 而且还连胜四年 第四 福特大战法拉利 福特与法拉利这两个风格差异极大的车场 是怎么展开大战的呢 让我们把时空倒转回到1960年代 当时已经是赛车知名品牌的法拉利 参联24 Hours of Lamont多年的冠军 却也同时出现人才流失所造成的经营问题 福特的老板亨利福特二世 灵机一动想透过收购法拉利 得到一大堆超跑和强大战队 便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 与法拉利的老板恩卓法拉利谈判 没想到最后却因恩卓法拉利不愿交出车队控制权破局 更被恩卓法拉利很呛 福特只会在烂工厂里面坐酬劳的小车 被修辱一番的亨利福特二世怒火中烧 就此向法拉利宣战 更扬言要在24 Hours of Lamont干掉法拉利 福特向法拉利发出战典后 找来美国德州非常有名的汽车设计师 Karol Shelby 向他表明福特并不是只会坐办公室 要Karol Shelby为福特赢得赛车场的胜利 Karol Shelby从小就对竞速比赛非常感兴趣 却因为7岁时确诊心脏半磨病的关系 所以无法实现成为车手这个梦想 尽管如此 28岁之后的他仍然作为一个业余赛车手来圆梦 他最有名的设计师是Shelby Cobra 当然Ford GT40也是出自他手 如果你玩过赛车游戏 应该对这台车款不陌生 第二 Ken Miles Karol Shelby决定加入福特之后 除了设计出一款超强赛车 他还必须找到一个厉害的车手 才有机会赢得这场被认为几乎是输定了的比赛 因此Karol Shelby找到Ken Miles Ken Miles在二战时曾经担任坦克指挥官 喜爱赛车的他善用机械工程师的出身 开始自己设计跑车 更搬到美国到处参加赛车比赛 也因为连续14次赢得 SCCA赛事变得非常出名 在Karol Shelby几斤游说 个性难搞的Ken Miles 才终于同意加入福特战队 第一 GT40 由于跑车并不是福特擅长的领域 为了参赛 福特当时便以英国的Lokhuis的跑车 Mk VI GT为原型 打造一台GT40 经过第一年24Hours of Lamont 挑战法拉利失败 福特战队以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又再将GT40改造成GT40Mk II 没错就是这台GT40Mk II 在1966年的24Hours of Lamont 跑赢了法拉利 不仅终结法拉利的五连霸 更为福特连续赢的24Hours of Lamont 四年冠军 福特跑赢法拉利的赛车奇迹 最近也被翻拍成电影的赛道狂人 由Matt Damon和Christian Bale领先主演 电影超真实的重现了1960年代的赛道场景 Matt Damon饰演跑车设计师Carol Shelby Christian Bale则饰演赛车手Ken Miles 为了真实还原人物 Christian Bale还积瘦30公斤 完美的复制出Ken Miles当年的风貌 看到这边 你是不是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莫名的想到电影院看场赛道狂人 重温这场既紧张又刺激的经典赛事呢 如果你想亲自体验这场超高速的视觉冲击 可以在11月28号到电影院观赏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